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陈介 为师 真的错了吗 往事不可追 夫子对前臣已当释怀 一切 还需往前看 沈姐 那是我当时能够快刀斩乱麻 不与那孤女纠缠 生活 就能与我重归于好 夫子 弟子听闻承旨大人财貌双全 又是出名的情痴护妻 可料丧师叔余生所得的幸福 远非夫子能比 眼下 夫子不能释怀 全因臣故自若罢了 弟子愚见 情深则枉 妄则多虑 妄则多虑 若能放手 则不虑不妄 更不应济前臣 若夫子再纠结下去 丧师叔业已成婚 你要如何自处呢 非儿 这样吗 是 是 您就该早些些去吧 熬夜上山哪 失火 林将军 这别院附近 是不是有狼 狼 昨夜听到狼嚎了 可凄厉了 双双 快看 这毛好身高的 怎么一夜之间 换成了驱马 驾车用马是有讲究的 若是在城内用车 用身凉齐平车座的小马即可 可若是要出城郊游 马匹身凉最好在散盖与车鱼之间 这样不会颠簸 也不容易出危险 一切 一切还是要以安全为重 还是子生兄考虑周到 多谢子生兄 对了 怎么不见山剑兄 他恐怕是被狼嚇着了 一夜未睡好了 山剑 山剑 你为何不去踏上睡觉呀 父子 你终于醒了 山剑 你这嗓子怎么了 昨天晚上喝多了 山剑 为师教过你的 做人还是要节制一些的嘛 世华 山剑 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去与他诉说我呢 你 先以天光大亮 父子愿意去 愿去吧 世华 三叔母 三叔母 三叔母回来了 终于舍得回来了 对啊 皇甫仪 可对你说什么了 三叔母怎知 皇甫大夫留宿了我们一晚 他送行来告知 我怎能不知 他这个人啊 坏得很 当年如此辜负三叔母 如今还厚着脸皮来纠缠你 皇甫仪也非坏人 不过是聚其全天下男子烈性于一身罢了 娘娘 这女子在世 姻缘不过是人生的一道风景 成败离不开得失二字 这日后 无论遇到何情何景何人 都莫要为男人放弃了自己 不值得 三叔母的教诲 娘娘谨记于心 不过三叔母放心 我和娄瑶定会好好的 除非山崩地裂 否则定会知足常乐 你呀 留步吧 三叔母 娘娘给你修的热水池子 你要记得每日都要泡上一泡 这样才能睡得下 还有 叔母腿上碎里痊愈 但还需要医室复查 皆不可待嘛 等娘娘回去 给你坐个轮车 到时候再叫人给免送来 娘娘 你放心吧 有三叔父在 一定能照顾好你叔母的 但是你回家以后 一定要听你阿父母的话 别再讲了 三叔父也多听三叔母的话吧 莫要整日无私乱想 姚姚 照顾好自己 别忘了叔母跟你说的那段话 现在倒是知道 一一惜别了 当日 只身去华县 早是连头都不知道回忆下 夫人何以知道 姚姚离别是不曾回过头啊 难道夫人偷偷地追过去害过他 时辰不早了 准备启程吧 大兄 四夫 一路多保重 你们也多保重啊 夫人 走吧 启程 上 下 驾 双声 等等我 等等我 这么看去 倒令我心中百感交集 想当初娄妖便是如此 追着咱们的车来划线 如今又追着鸟鸟的车回都城 只不过来时 鸟鸟还对她不假辞色 这走时却已经轻易无见 真是世事难料啊 这便是京城之志也 就像你与我 哎呀 那个旁边那朵最大的那朵 好好好 哎呀 不是那个旁边那朵 哪朵呀 那个 看到了吗 好 你快点 我 哎呀 好好好 好好好 好 句话不急 不急 摘到了吗 给我给我给我 你看我蘸这朵花可好看啊 好看 若是文家阿雄见了 肯定会喜欢的吧 句话句话 可我不敢这么称呼 那是圣上明慧 说不得 阿雁 就算你摘花与我簪发 我也不会嫁给你的 你若是再说这种话 我就叫我阿兄 用棍棒将你打出去 阿兄 阿兄 阿 阿雁 你瞧 这就是我堂兄家 那个赤白石的侄子 我 侄子 给女公子建安了 这些年 一年紧不佳 石不糊口 他就千里迢迢 跑到这儿投奔我阿兄来了 女公子连凭稀有 自知闷感恩戴德 女公子近日看起来气色甚好 虽近日来春寒榨暖 但羊肉羹 还是要继续用的 你只管好自己便是了 我能找你对我指指点点 是 当年圣上征伐时 崔侯便是先行官 一路过关斩将 从不畏惧生死 我听闻此次 崔侯亦是打探军情归来 崔侯也是真心惦记女君 每次少主公来 十次到有八次能遇见她 女君连少主公是自己的亲子 都不记得 又怎会领受崔侯的殷勤 她倒也不是什么都不记得 嫁人前的事 还是依稀记得一些的 她此时此刻当自己 还是刚及机的小女娘 以为崔侯 还是那时青梅竹马的玩伴呢 阿兄啊 你叫我莫在背后非议 这陈年旧事 你倒是记得比我还清楚些 我 崔侯侯怎么办 来 倒也不算难看 纵使锦端再华丽 趁泥都黯然失色 还有你说 我称第二 哪个敢称第一 就算是月恒那个小贱妇 也比我差得远 我阿文兄长 现在满心都是我 即便没有这些紧断 他也不会多看那个贱妇一眼 静华 你怎么可以对月妃出言不逊呢 你可知道 他是当今圣上身边的贵人 月妃 什么月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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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妃 是你负了我 李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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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扶你军区休息 李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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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生 阿富来时有重要的事情 樊长一案牵扯军械 应叫廷尉府申理 你又何必躺着浑水 而且此案牵扯朝中丛隆功臣 他们都是跟随圣上建国 向无上荣耀 圣上怎么能因为区区的一些军械之事 为难公骨之臣 我与纪大人一同审理此案 是圣上的意义 我想要的 只有真相 子兄 你终究年龄上轻 为否要承担起教导职责 听阿富一句话 就此罢说吧 当年霍家兄长 帮圣上夺下江山 也是子圣一般的年纪 令义 你凭什么小看人 子圣 我与你站在一处 甭管此案牵扯到谁 你尽管去查 要是有人敢动你分得好 你又第一个和他拼命 崔佑 你这话说得太轻强了吧 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你我都保不住 现在他们已经动手了 子圣 你可知道 一个时辰前 朝雨被劫 樊娼献夷逃脱 接下来的案子 该怎么查 子圣 遇到大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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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饿了吧 这是什么 果干 好 甜吗 甜 若娘娘真心喜欢老公子的话 为何会这样为桃干雨的 这一位犬处有何不同 夫人这话说得就不妥了 依夫人看 恩爱夫妻 该如何喂桃干 才不像喂狗啊 那自然是用手 喂到对方的嘴里才是啊 那如此说来 你我也不算是恩爱夫妻 夫人就未曾亲手 喂桃干放到我嘴里 我们能一样 我们 我们可都是老夫老妻了 年轻的时候你也喂喂狗呀 不过现在也不晚 我这就管他们要桃干去 也好让他们学一学 真正的恩爱夫妻究竟是什么样 将军 你就别再闹了 晴天白日 都城城门 设置关卡 车队只让进不让出 夫君有没有想过 是否有何不妥 是啊 闲杂人等 莫要饶了国务 我乃曲陵侯城市 奉旨回京 还望门侯行个方便 人是成将军 将军见谅 上方有令 说是有要犯套入 小人奉命进言城门 入城者不论官职大小 不论锁银和尸体 都要一一排场 程将军 小人兜弹 请程将军带到明日 大约便可入城 明日 莫不是门侯 岂我官职太小 下官不敢 小的也是奉命万一 程将军 不论官职大小 都要的 林将军到 快走走 快 让开 快 开门 快 快放响 快 快便 林将军 林将军 设卡如此严格 可曾真的抓到一番 回林将军话 畏测 我想也是 嫌犯连守卫森人的赵玉都能逃脱 更何况这关卡 你这不过是在扰民罢了 这边是要烫的 山青山 玉都被捣到了 是一样 我遇见 por 我遇见 沿途 我遇见 真是 穿路 小兵 又见面了 程娘子 林将军 伤口好些了 今日可是又有军务要处置 小伤而已 早就无碍了 这些时日也碰不到伤处 阿父 之前三叔姨女说过吧 去华县路上 我和三叔母遭遇劫匪 是林将军救了我们 多谢林将军救命之恩 程将军不必这么客气 陈娘子与在下历经生死 又为在下宽衣疗伤 大家不必这么见乱 陈娘子脸色苍短 可是病了 不劳将军费心 路程颠簸 看着没力气办 是吧 阿阳 是 是 是 既然身子不舒服 就早些回府休息吧 都城严设关卡 在此排队不知还要排多久 就让在下 护送你们进都城吧 前方绕路 前方绕路 这 这 这 都转发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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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良心的呀 你还知道回来呀 大蓝啊 阿母 你虽是庄稼人出身 可也不能将我当弟弟呀 你这手劲我可吃不消 你说你这个 你出完了黄柴 你为什么不回来 你去什么华县 我听说华县有余孽造反 你要有什么意外 你让阿母怎么还呀 阿母 阿母 是啊 阿母 是啊 阿母 听问鸟鸟遭遇贼匪 险些丧命 不是 我知道我听说了 我正要问此事呢 鸟鸟啊 我问你呀 你是不是跟你三叔一直在一起呀 你三叔有没有遭遇贼匪呀 你三叔有没有负累受伤啊 这个三郎他是读书人哪 他哪儿受过这种苦啊 三弟他 他去那破衙门吃什么喝什么呀 他那个媳妇也是个不丁事的 连饭都不会做 你让三郎 大郎 你为何一句话都不说 阿母 是不是你三弟出了意外 你不敢跟我说呀 老爹爷 我是白发人做黑发人 阿母 休要胡言啊 三弟好着呢 一点事都没有 那我问你这般多句 你为何一句都不答 你一口气问了这么多句 我总得想一想 想回答哪一句啊 大母 我知道你 定是担心叔父叔母 所以我特带了一个 口舌铃变的仆妇回来 这仆妇 这几个月 每日待在叔父叔母身边 这看得听到的定是不少 打明日起 我就让他巨细迷移的 全都讲给你听 干吗还等到明日啊 现在 赶快把人教导我防冲 不要让他跟我说说 这些时日 我的三郎都吃了哪些苦啊 我的三郎是读书人的 他怎么能吃这么多的苦呢 娘娘果真了得 竟能想出如此方法 阿周日后可得学着点 不可能啊 今日我起了一挂 挂象说家中今日有口舌之分 大摩如此眼气息鼓 真的硬挂 那就是你算得不准了 不可能 就可能 娘娘 跟我回屋去 阿姆有话要问你 你在路上又做什么 惹阿姆生气了 这一路上 我可一直是小心谨慎 从未惹阿姆生气的 阿父 阿父 今夜城门戒严 您不与阿姆去商讨一番 急什么 人家林将军都没递半句 险见与我家无关 你还不赶紧进去 别让你阿姆等急了 可 阿父 我 挂象上 说的今日家中口舌之分 看来是硬在这里了 可怜的妞妞啊 你先跟我说说 这几个月你都做了什么 见了什么人 不许露下一丁点 全部都要说吗 那可有好几个月呢 好吧 那日我跟着三叔三十五一同上路 先说 零不宜 叔父应该都跟阿父说了 不过就是那些事 你三叔父可没说过什么 宽衣 疗伤 历经生死 阿父 你莫莫听林不宜夸大其词 我跟他总共都没见过几回 没几次是多少次 也就三 四 五 六 七八回吧 是 是你们要问的 说了不是玩你们又不想听 那我不说 那不说也不行 不说你们说是想打我怎么办 你但说无妨 阿父绝不打你 也不能罚我 我跟阿姚还约好了做好多事情呢 不能罚我在家成叔 磨蹭什么呀 还不赶紧说 你与那个林将军 为何如此舒忍 他还特意送你入城 你说自身亲自打开城门关架 还亲自接城将四娘子进城 然后再去抓他返城 是 陛下千万不要责怪林将军 他向来最讲规矩 此次恐怕是念及 成娘子的救命之恩吧 恐怕不仅仅是救命之恩哪 那还能有什么呀 来来来 此生 听闻成娘子出事 指自己身负重伤于不顾 赶紧去救人 还在抓捕樊昌警告宽图之际 林子盛是何许人也 此事绝对不简单的 有何不简单 我每次与他见面都是众目睽睽 而且阿瑶也在 你可知那林不宜是何许人啊 他有好些官职 我可背不全 你呀 你就别瞒着我 你明明知道那个林将军 对你是有意图的 那阿母边说说 林不宜到底图我些什么 你阿母是说 林不宜心愿于你 还真是好笑 你们整日说我千不好万不对 何来自信我能告叛上林不宜 即便是林不宜真的心愿于我 女儿只知 阿瑶是唯一向女儿提亲之人 那个林不宜啊 不是在剿匪勤贼 就是在重伤修养 他哪有时间与你提亲 那便就是天意 可见还是阿瑶更适合我 如此说来 你就是放不下楼家那门亲事 就算是林不宜心愿于你 你还是要嫁给楼瑶对不对 说来说去 阿母就是不愿意 我嫁给阿瑶对不对 即便是林不宜 并未对我心愿 也要命我为她留一线机会 鸟鸟 我不是让你要选林不宜 我是希望你能够婚姻圆满 楼家二房示威 你要是嫁给他 楼瑶能护得住你吗 这天下的好儿郎这般多 你为何这般着急 你可以再等一等看一看 这婚姻大事岂是儿戏 就是啊 阿父阿母 三叔 三叔母 都是神仙眷侣 我又何尝不是羡慕 只是我知道自己 一直以来运气不好 若还要挑三拣四 错过了阿瑶 便想再寻个好的 也是件难事 不如阿母就像大母那般 去寻个老神仙问问 看看我错过了阿瑶 还能不能遇见 比阿瑶更合适的 娘娘 休要胡言 来 当年我把你留在家中 是阿母不好 这些年啊 没有长辈的教导 你看你养成了 这个顽劣的性格 你回想一下 这些日子你都做了些什么 你在汝阳王府大打出手 在万府拆桥闯祸 一桩桩一件件荒唐之举 就你这样的性子 嫁到了娄家 你能有安生的日子过吗 在家中 我可以让你投奔你三叔 若是嫁到了娄家 我想护着你都鞭长莫及 那个娄瑶又是个软性子 你如何能够全身而退啊 说到底 阿母就是瞧不上阿瑶 不过没关系 我与阿瑶早就商量好了 日后她外放 我随她一起 阿母自可眼不见为尽 也不用为我操心 我与阿瑶也能逃脱父母的掌握 我与阿瑶也能逃脱父母的掌握 振翅高飞 这 就是我想要的姻缘 好 好 那你就和娄瑶在一起 阿母希望你能够恩爱一生 没有博折 我与你阿父 不会再说什么了 多谢阿父 多谢阿母 你 OR 无ure 果然还蛮不多 火脸 我马上顺 nadie 你还很失败 几年我以为你 我以为你 我以为你 可也是她的诗诗过日子的人 娘娘嫁于她 未必坏事 我只希望鸟鸟能够寻个良人 不想让她遗憾终身 可她就是不听我这个阿母的 总是和我顶撞 我能害了她吗 我这也因着过去的失败 始终觉得亏欠鸟鸟 恨不得一切都待她做主 让她少走些弯路 可婚姻之事 谁又能轻易断言 是好是坏 我不能断言她的婚姻 可是我能断定 那娄家就是个龙潭虎穴 我不能眼睁睁 看着自己的女儿嫁过去 吃苦受罪吧 这天下的好儿郎多了去了 他又不是没得选 娄家是龙潭虎穴 可林家内情 比娄家有过之而无不及 再者 零五一如今正绝地三职 也要查清樊昌一案 不知又要触碰多少人逆临 我还庆幸绍商与之没什么瓜葛呢 好了 别难过了 陛下 这程家小娘再好 那是和娄家定亲的 这呀 只是心疼子生 自他阿妇娶了程于世 比方他阿妇之后啊 这婚事就成了他的一个心结 他宁愿背负不孝舞逆之名 也要和程阳侯划清界限 朝臣们还参叹不孝 殊不知啊 他才是这世上至真至孝至善之人哪 您说这程阳侯此生娶妻两回 却只生义子 这凌将军呢 假如能服个软 像享和等的滔天富贵 可是他为了母亲 却不为所动啊 朕竟获释全族性命 就算是偏腾子生一点 也无法弥补当年的汉氏啊 谁想到啊 令这些朝臣 一个一个地璀璨眼红了 变着发着在战斗面前啊 诋毁诬陷的 你瞧瞧这些书报 明明是挺威武 监管不利才弄丢了凡城 此事不过就是协助审爱 才会独成没几日 一个个几日 给他扣上这么一个 懈怠失职之罪名 那这次 林将军能抓回樊城吗 朕信他 就像当年 朕信任霍凶一般